嗨,大家好,現在是2018年的9月6日,星期四 早上的9時50分 今天我是休息日的,休息日一早10時多 我起床之後自己煲淡茶 所以喝了之後又在自家的後花園做節目 這個叫做譚天雪地 平時我上班通常在車上做譚天雪地 今天是休息的,我不用開車的 當然待會我會出去喝茶,同樣會去拍攝影 早上熱頭是非常猛烈的 浪費得很厲害,10時 當然今天早上8時10時醒了 你出來就沒有熱頭 今天早上6時半已經醒了 醒了之後又睡了 昨天晚上晚上睡了,2時多睡 所以今天睡得自然醒了 現在還未到10時,9時50分 是新的 同樣出來這裡就是 吹一下水,聊一下雞 也是預視著一天的 新的開始 每一天都是新的 9月6日,星期四 新的 每一天都是 有新的節目 所以我覺得視頻的生活是非常之微妙的 所以每一天呢 當起床之後呢 都是會在外面這邊 無論在車上 或者在自己後花園 或者在風景區 任何時間 我都可以在這裡主持每一檔的節目 叫彈天雪地 叫彈天雪地 我們這個公司就成立了 在瑞爾世紀影視遊行公司 成立了將近一年 所以我們就是 公司的宗旨 就是永不放棄 每一天呢 就是有節目的 因為我們公司本身就是影視節目 來的 所以我們是 所以一種影視界的人物 我就是 瑞爾世紀影視遊行公司的 董事長 兼主持人 編輯 報 經理 身兼修職 所以 所以一切就是 要老一下面 抱一下頭 就是 在洛杉磯記的 每一天的 那種 生活狀態 生活 影像 都是希望 天天展現在 大家面前 這裏是 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時間 9點 55分 拿口茶喝一下 先 因為一早 雖然說 喝一口茶才舒服 那 自己 這杯茶 這杯茶 就是龍井茶 來的 不是 我這次一早 就是 煲開水 然後 放幾片茶葉 在那裡 覺得你就更加 心狂神怡 精神 八倍了 唉 唉 唉 怎麼知道茶葉要吞下去 剛剛 因為我這些茶葉 就是 一放開水 就是很大塊 很大片 嗯 唉 唉 平時我上班 現在我都不會 就是 喝茶了 就是喝 百開水為主 就是 你要是 天天都喝茶的話 那你就顯得 就是好像 對些茶 就是 沒什麼反應 嗯 那 我平時少喝的 那 好像今天 我等他喝一杯茶 喝了之後 那他就會很快 精神 比較爽利 所以 有時的事情就是 嗯 能夠 沒有什麼必要時候 就是 不一定是 喝這麼多茶水的 其實喝百開水 其實對健康 還有好處 那 那 那如果你覺得 嗯 今天 精神不是很好 那你就喝一杯茶 特別見效一點的 那這些是 我個人的 見解 所以 我平時 就是 那些 今天早上 那樣 喝一杯茶 就會 覺得 非常之 不同 那 那同樣呢 我都會出去 美麗華那裡喝茶 那 還有關鍵呢 就是 昨晚呢 就是 我沒有車啦 打不著火啦 那一陣子呢 我都會 開一部車 出去 給別人檢查檢查 看看 什麼回事 就是 因為我那些二手車嘛 有時候 你預計了它 是 有少少毛病 你的毛病不是很大 但是 你 也不得不去 找地方去修復它 嗯 嗯 好像我昨晚 三點鐘 踏車 踏到整個小時 結果我回家 就是 硬了 差不多十二點半 所以 後來我自己 吃一下宵夜 喝一口啤酒 就兩點幾鐘 兩點幾鐘 今天就是非常非常曬的 不好意思 不是說今天非常曬 是這個時間 是必定的 是曬的 八點幾鐘的時候 那些霧就很大 但是到了十點幾鐘的時候 馬上就是 熱頭一上了之後 就是 雲開無散了 走 就有藍藍的天 藍藍的天 而在厚花園 那麼多草 草木 那些氧氣 非常之足 就是我 等於是 氧花 那樣 聞一下氧氣 嗯 注意到 就是 做背景 顯得 那個 視範也更加清晰一點 當然 你說 我限制一步 熱頭曬了 就有一種 輪廓 這棵樹 其實就是 嗯 是什麼樹 那些果 就是 這些叫做 嗯 一下子忘記了 這些是 是什麼 可以吃得的 這個 嗯 是嗎 是嗎 在這棵樹 這個 背景 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 百花叢中 那裡特別不同 我在這棵 水果樹那裡 我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它是 忘記了 哦 這是要翻石榴 很酸的 沒錯 翻石榴樹那裡 嗯 嗯 做節目 嗯 我記得好像有一句話 就是 跪在 番茄榴樹下 一種 嗯 就是 好像 隱於一種 男女之間 那種關係 那種 那種事 我現在不記得了 嗯 怎麼 跪到 回來 翻石榴樹 做鬼也風流 這個 熱頭 在這裡 正宗 曬著 那我 每一天 呢 上班的時候 做節目的時候 我還是 就是 曬著 這樣 做節目 就是整個白人 那樣 那時候 我坐在那裡 正對著的 我後面有個大樹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這個場景 但現在我背後 就是我自己住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我就可以坐下 坐下 當然 如果不是說 嗯 陽光曬著的 不是這個地方 坐下 坐下 的確是非常逍遙 逍遙 自在 偏喝茶 偏主持節目 非常之 非常之開心 啊 茶葉真是 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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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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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現在是 10點 0分 嗯 2018年的 9月6日 星期四 十點 零五分 嗯 那就是做節目 都做了有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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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覺得 嗯 這個視頻 節目 挺好 特別 我在 洛杉磯這邊 啊 在一個熱鍋 打響那裏 那裏 每一天呢 啊 能夠做一下這些 這樣的視頻 節目 其實就是 對於我們 祖國大陸的 親朋好友來說 就是 如果能夠看到我這樣的視頻 就是一種 對於我 在這個洛杉磯 的生活 啊 嗯 不多不少 有所了解 啊 就 等於我上班的情況啊 休息的時候啊 嗯 我在洛杉磯 那種 就是 生活上的點點滴滴 就是 那種 那樣的 了解 起碼都有一些影像啊 可以 及時 去 了解 那我也願意 將我自己的 洛杉磯的 生活呢 就是 一點一滴的 分享出去 都是 所以是一種 公開性的 生活 啊 全都是 在鏡頭 啊 鏡頭面前 都是 不再 一種公開 因為我覺得呢 就是 嗯 對我來說 嗯 沒有什麼 很大的 秘密 啊 始終呢 是一種 生活上的部分 啊 平日生活的 都是這樣的生活 而且呢 嗯 都是一個 我自己也是 開了一間 瑞爾世紀影史行公司 這間公司 啊 所以 嗯 嗯 所以更加呢 就是 啊 更加 做節目 通過這個節目來講呢 啊 更加是 比較 精彩的 啊 啊 既然 啊 這個是一個 世紀影史行公司 啊 那 作為我們公司來講呢 就是 當然 相對來講呢 呢 我也可以譬如 也是一個娛樂界的人士 啊 你 拋頭露面 那在鏡頭面前 那當然就是 所以是 不是娛樂 啊 還 有什麼解釋啊 啊 都是一種 鏡頭上的生活呢 都是一種 娛樂 娛樂 娛樂界的啦 不單是明星啊 演員啊 啊 甚至支持人 都是 要與鏡頭打交道的 那現在我每天都是 與鏡頭打交道的 那這件事 其實就是 都算是一種名符其實的 那種娛樂界的人士 啊 啊 但是我們公司是自己 所以我可以隨心所欲去 去製作一些 我自己認為 需要的視頻作品 啊 啊 知他的那種 那種 是理念啊 或者效果如何 暫且不說 啊 但是就是 是 是一種隨意性的 一種 一種 一種發揮 正如所說的 早幾天的 那我是 是 星期一 那天 我自己都 找到小洋 都是 聖地摩地卡 都這樣做節目 在海邊做節目 是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我固定的鏡頭放在這裏 是說的 那我希望呢 就是 以後有多多這樣的機會 這樣做 在海邊 在海岸邊做節目 是非常好 那些海風吹吹啊 那你覺得是一種 更加不同的體會 那當然 那我現在 我這樣做節目 你看我自家 自家化園後面 那同樣 也是一種 不錯的 一種 好的場景 那我希望一種場景 是要 有所改變 那天我足足錄了 有兩個 有兩個小時的 視頻 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打開視頻來看 還是覺得 嗯 起碼留下的影像 那你隨時間的 一年一年這樣過 當你回頭看回 你就覺得 嗯 很好 很有意義性 所以 這個 我拍視頻是 這兩年的事情 近一兩年的事情 那如果追溯到以往 如果能壓迫 好像這樣的視頻 那我 這十年來講 那很多視頻 那我很多 關於我個人的歷史 我可以重溫 以前曾經 的景象 影像 對自己 有一種 情前啟後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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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面前能夠展現一切 這是非常好的 這等於是一種視頻日記 一種很有留念價值 很有今後能夠看法的一種很開心的一種紀念價值 現在已經是10時10分了 我現在要準備把車開去維修廠 看看什麼 拜拜 祝大家快樂 大陸的朋友現在已經是凌晨5時 凌晨5時 凌晨5時 不是 凌晨1時才對 因為現在要10時 加3小時就1時 拜拜